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程中,欢迎学习简明法语教程。 我是按照语法来的,所以呢,其实从课文上来看,稍稍会显得没有那么的实用。那一般我们学习外语嘛,总是得先学学什么,你好啦,再见啊,谢谢之类的,然后再慢慢积累,对吧?那虽然之前Leonie老师在课程里面也或多或少的给大家补充过一些,但是呢,没有非常系统的来讲过。 不过呢,大家也不用担心,从今天开始,也就是从我们Luzunnev第九课开始,每一课都会有专门的交际法语板块了。 那大家在掌握好课文的语法词汇知识的同时呢,也可以尽量多的来拓展自己的口语交流知识了。 好,那我们今天这一节课呢,就先一起来看一看法语里面的你好和再见,也就是关于打招呼和告别的一些常用语了。 那其实其中有一些啊,最简单的呢,我们甚至在语音课里面就已经学习到了,不过呢,其他还有一些表达的方式,我们都可以在今天一起来看一看。 那首先,和别人见面打招呼呢,我们最熟悉的一个是Bonjour,对吗?Bonjour,Bonjour,Bonjour,可以听出来啊,各种语气的都有。 那Bonjour就是最常用的一种打招呼的方式啦,我们都不用多说。 不过我们注意一点啊,Bonjour呢,它是在一天的任何时候都是可以用的,不管你是早上遇到它,还是中午下午晚上,都可以用Bonjour来打招呼。 所以呢,它也是不仅仅局限于早上或者白天的。 这个呢,是Bonjour,那我们相当于是你好或者您好,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还是比较正式一些的。 那我们同样熟悉的呢,还有一个三律,就是比较亲密的人之间用的啦。 三律呢,和Bonjour和一样,也是早中晚都可以使用的,比较万能的打招呼方式了。 但是啊,三律相对来说,更加随意一点,没有Bonjour还这么正式,一般呢,同辈的或者朋友之间用用比较多。 哎,那有一些同学呢,可能经常上CT听雷老师的公开课,会发现一般雷尼老师上课前和大家打招呼,说的好像不是Bonjour,也不是Salut,是什么呢? Bonsoir,Bonsoir,Bonsoir tout le monde。 哎,那Bonsoir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它和Bonjour结构上差不多。 Bonjour嘛,Bon加上jour。 如何是一天的意思,而soir指的是晚上,那所以呢,Bonsoir指的就是晚上好。 一般我们在晚上见面的时候,就可以用Bonsoir来打招呼。 那因为雷尼老师的公开课呢,经常都是在晚上的时间,所以啊,大家听到我说Bonsoir的情况比较多, 也有一些非常有礼貌的同学啊,每一次上麦之前呢,都会先打个招呼,Bonsoir,雷尼。 嗯,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晚上打招呼可以用的Bonsoir。 嗯,所以呢,我们就先来简单的看了一下法语里面三种最基本的打招呼方式。 Bonjour,Bonsoir,还有Salut。 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打招呼的时候,啊,也会在后面加上对方的名字或者称呼。 比如说,啊,就像刚才我说的同学们上麦就会说Bonsoir, Léonie,Bonsoir, Professeur,等等。 这样呢,就是加上称呼的方式。 嗯,在日常生活里面也是非常常见的。 或者我们也可能会听到Bonjour, Monsieur,Bonjour, Madame,Bonjour, Mademoiselle,对吧。 这三个尊称在法语里的使用也是非常常见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一个 Monsieur,先生,一个 Madame,女士,还有一个 Mademoiselle,小姐。 Monsieur, Madame, Mademoiselle。 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说Bonjour, Monsieur,Bonjour, Madame,Bonjour, Mademoiselle。 哎,有没有听起来就很有礼貌啊,而且有一种,好像你走进咖啡馆,那个服务生就会对你说Bonjour, Madame,Bonjour, Mademoiselle。 特别是男生说起来还非常绅士的一种感觉,对吧。 好,那我这里呢,有一个问题要问问大家,在Bonjour, Monsieur,Bonjour, Madame,Bonjour, Mademoiselle。 这样的句式里面,那如果这几句话写下来的话,这里的 Monsieur, Madame,和 Mademoiselle,要不要大写呢? 嗯,这个问题抛给大家。 其实之前雷尾尼老师有讲过,对不对? 如果我们直接说 Monsieur, Madame, Mademoiselle,那他们算是普通名字,是不需要大写的。 所以呢,写下来应该是这样的,Bonjour, Monsieur, Bonjour, Madame, Bonjour, Mademoiselle。 但是呢,如果我们在这个称呼后面又加了他的名字,或者是加了他的职业,比如说 Monsieur Jean, Madame Li, Mademoiselle Wang,或者是 Monsieur le Professeur, 这样的一些表达呢,那么他整个就会变成一个专有名词,那首字母就需要大写了。 那这一个细节的地方呢,我们再注意一下。 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一位先生,一位女士,一位小姐,很简单,就是 Monsieur, Madame, Mademoiselle,对吧? 那如果是很多位先生,很多位女士,很多位小姐呢,也就是说他们的复数形式是怎么样的呢? 有的同学肯定觉得,哎呀,这个非常简单啦,直接在后面加S就好了,而且呢,我们知道S还是不发音的, 所以整个就是基本没差,对吧?表达起来没差。 嗯,如果这么简单的话,刘宁老师还会问大家吗? 那其实呢,我们注意一下,这几个名词啊,比较的特殊,他们的复数形式不只是直接加S,而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先生,一位先生, Monsieur,很多先生呢? Monsieur,女士, Madame, Madame, Madame,小姐, Mademoiselle, Mademoiselle, 嗯,是不是觉得确实很特殊啊? 他在变复数的时候,不仅后面加了S,在单词中间也是有所改变的。 嗯,那我怎么样来记忆他的复数形式呢?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一点端倪呢? 其实他们的复数形式比较特别,也是有原因的。 我们可以一起来探索一下。 比如说,我们把它后面的部分去掉,把它盖住,会发现,他们这几个单词前面的部分是什么呢? 是不是很眼熟呢? 哎,是不是跟我们之前学过的主有形容词是一样的? 目,妈,美,哎,这个呢,其实就是秘密所在了。 因为,Monsieur, Madame, Mademoiselle,这几个词啊,在构成的时候,其实就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比如说,先生,啊,它是由Mont加上Chère组成的。 Chère这个词呢,是一个比较古早的用法。 以前,它就是用来表示男士,但是现在一般只在法律文件里面会用到的。 那Mont加上Chère呢,在以前的表达方式里面指的就是什么? 我的先生。 所以,它是一种尊称的表达方式了。 Mont加上Chère。 那经过演变呢,它的发音啊,也是产生了一些改变。 所以是Monsieur, Monsieur。 那么下面两个Madame, Mademoiselle呢,也是一样的。 Madame等于Ma加上Dame,我的女士。 那Dame这个词呢,是现在还在用的,就是夫人太太。 那你指别人的时候,可以说Cette dame。 这一位女士。 Yes, dame。 比如说,你问另外一个人,这位女士是谁呢? Dame是直接指,一位女士。 那Madame呢,就是你对她进行称呼的时候,相当于就是我的女士,这样的一个意思。 现在呢,都已经演变成了尊称。 Madame等于Ma加上Dame,那Mademoiselle呢,也是一样的。 Ma加上Demoiselle。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Mademoiselle中间的这个E是不发音的。 因为其实要说它是在原辅而辅原的结构里面呢,不是特别确切,因为它是原辅而辅半原音,对吧。 按理说这个地方呢,是应该要发音的,但是因为本身在Demoiselle这个词里面呢,它是位于此首开音节。 所以Ma加上Demoiselle,发音是Mademoiselle。 那Demoiselle这个词呢,现在也是在使用的,就是指一位小姐。 比如Une Belle Demoiselle,一位很漂亮的小姐。 Une Jeune Demoiselle,一位年轻的小姐。 那Mademoiselle呢,就是你当面称呼她的时候,一种尊敬的表示方式了。 那这样子来看呢,这个Monsieur付出便Monsieur,Madame付出便Maisie, 以及Mademoiselle,变Maisie,是不是超级好理解了。 那也不会出现啊,以前很多同学容易犯的这个Monsieur里面会漏掉一个S的情况了。 所以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来讲讲这几个词的构成形式呢,也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记忆它。 那我们在一些电影或者动画里面呢,也会经常听到啊,主持人,他可能要主持一个表演秀, 出场的时候呢,他就会说,Medames et Messieurs,Bonjour。 Medames et Messieurs,Bonjour。 这句话没有觉得很耳熟呢? 他的意思呢,就是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非常常用的一句话哦。 Medames et Messieurs,Bonjour。 那注意啊,中间的这个连词A,它是可以和前面的词连诵,但是和后面呢,是不可以的。 嗯,Medames et Messieurs,Bonjour。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好,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最后再提醒一句,刚才讲到的这个Dame和Demoiselle,都是可以直接指女士或者小姐的。 不用你和别人说,这位女士怎么怎么样,这位小姐怎么怎么样,都可以说Cette Dame,Cette Demoiselle。 但是男士呢,Sure和这个词现在很少用了。 所以呢,如果我们要说这位先生,还是直接说Cette Mesieurs,嗯,Cette Mesieurs,这是一个有区别的地方。 来做几道练习,巩固学过的内容。 好,那学过了简单的打招呼的方式,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如何告别,那首先最常见的一个,表示再见,最最常用的呢,就是 Auvoir,而且一般会把这两个词连得非常紧,Auvoi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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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就是最贴切的,再见,Auvoir,就是再见面的意思,Auvoir,让我们下次再见。 但其实呢,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啊,也会听到很多种其他的表达告别的方式, 比如说刚才呢,其实我们就已经先学到两个了,也就是Salut和Auvoir,这两个。 他们呢,不仅可以在见面的时候用,告别的时候也是可以的,就是传说中的一个顶俩啊。 比如说你和好朋友见面啊,可以是,见面的时候就Salut,那完了,告别了,又是Salut,这种情况也是很多见的。 而Auvoir呢,也可以用在晚上告别的时候,所以一下子我们就已经学了两个了,对不对?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表达方式,比如说Bonne Journe,Bonne Journe,这里要注意啊,这里的Bonne和Journe呢,是分开的。 其实Bonne就是bon的音信形式,而Journe和Journe的关系,就像我们之前讲到的on和année的关系一样。 一个Journe,比较偏向于单位一天,而Journe呢,比较侧重于讲着一整天的整个过程,所有的内容。 所以我们这样看呢,会觉得好像Bonne Journe和Bonjour在词形上的构成差不多。 那但是他们的音词呢,就会差蛮多了,因为Bonjour,我们刚才说了,是打招呼的时候用的。 而Bonne Journe呢,其实是一种带有祝福的告别的方式。 它的意思是,祝你这一天都过得很美好。 所以应该在什么时候用呢? 对了,就是在早上告别的时候。 比如你出门去上班,在门口看到邻居穿了个睡衣出来倒垃圾,那两个人呢,可能就聊了几句。 那在告别的时候,邻居可能就会跟你说Bonne Journe,祝你这一天都过得愉快。 祝你这一天上班上的开心。 Bonne Journe。 那相同的表达方式呢,还有像Bonne Soire。 Bonne Soire。 Soire也是比较侧重于整个晚上的这个时间段。 所以呢,Bonne Soire应该就是用在晚上告别的时候了。 当然啦,这个时候我们直接说Bonne Soire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因为刚才说过啦,Bonne Soire既可以用来表示晚上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也可以用来表示晚上告别。 嗯,Bonne Soire和Bonne Soire都可以在晚上用来告别。 那早上告别,晚上告别,我们都说过了,最后还有一个什么呢? 以后比较亲密的人啊,在睡觉之前呢,是不是也会相互祝福一下啦? 那就是非常温馨的晚安。 所以呢,我们这里就学到了三种啊,Bonne Journe, Bonne Soire和 Bonne Nuit。 都是通过祝福的方式来表达告别的,这种形式呢,也非常的常见。 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种啊,可以说更加常用了,它是用借词阿加上时间点来表达告别的,比如我们看几个例子,一个叫阿都大了,阿都大了,哎,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一会儿见。 那都大了和这个词组大家可以记一下,就是一会儿过一下。 那阿都大了呢,意思就是,我们一会儿就见面。 它的简略的形式,直接说,阿都大了,一会儿见。 那借词阿在这里表达的呢,就是在某一个时间点,我们在那个时间点再见。 那和阿都大了和意思差不多的,还有一个叫做,阿Bianto。 阿Bianto,嗯,我们经常开玩笑说,这个是阿Bianto。 阿Bianto,阿Bianto,阿Bianto的意思呢,是不久,马上,不过比都大了还是要长一点啊,它可能是要过几天的。 所以呢,阿Bianto,表达的就是,我们过几天见,嗯,马上就见,或者呢,改日见,这样的一个意思。 阿Bianto。 嗯,可能有一些同学看过我们互加网上的外教,做的一个欧拉拉法语的节目,那每一期节目的最后啊,外教都会说,阿Bianto。 好,那我们改日再见啦,下期节目再见啦,对不对?嗯,这个是阿Bianto。 那阿都大了和阿Bianto还是属于概念比较笼统一些的,一会儿见,改日见,也没有说具体的时间,对吧? 那当然啦,我们也可以定一个更加具体的时间了,比如,今天下午见,怎么说呢? 下午,我们已经学过了,是après-midi,那今天下午呢,其实就是这个下午,我们可以用指示形容词来限定它。 所以呢,就可以说,à cet après-midi,那有些同学可能在奇怪,这个c,e,t是什么? 之前讲到指示形容词的时候,好像只有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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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种,对吧? 那今天我们这里补充一个c,e,t,它呢,是只是形容词的一种形式,那它用在什么时候呢? 用在以原音或者亚音二十开头的阳性单数名词前面。 所以呢,在这里,après-midi,就是一个阳性单数名词了,因为它是原音,à开头的,所以呢,为了发音方便,对吧? 我们总不能说à cet après-midi,那说的太快乐的话呢,人家说不清楚了,所以呢,他们会在这里用c,e,t的形式,à cet après-midi,还有一个联诵。 不过可能有一些同学也会看到à cet après-midi,这样的表达方式。 嗯,这跟指示形容词没有关系,而是après-midi,这一个词非常的奇葩,嗯,它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啊,但是词穷莫变的。 有的人是把它看作阳性的,有的人看作阴性的。 其实法语里面这些词穷莫变的词啊,还不少呢。 嗯,那,雷尼老师呢,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到时候在课后,同学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有哪些词,到现在人家还分不清它到底是阳性还是阴性的。 那,après-midi这个词呢,因为比较的常用,啊,你可以说它是阳性的,也可以说它是阴性的,但是,l'académie française,也就是法兰西学院, 是法语语言研究的一个很高的一个机构了,那么它曾经有确定过,啊,它是把après-midi看作阳性名词的,所以呢,我们一般会说 asset après-midi,但是其实人家把它看作阴性也不能算它错,对吗? 嗯,那这个呢,是après-midi,asset après-midi,下午见,那如果是今晚见呢,嗯,注意这里是一个时间点,所以我们会说 à ce soir,à ce soir,今晚见,明天见呢,à demain,嗯,à demain,就是明天见了,或者我们也可以说的更具体一些啊,比如说,星期一见,à lundi,星期二见,à mardi,à mercredi等等,都是可以说的,至于星期一到星期天,大家还记不记得怎么表达呢? 啊,想不起来了,可以再去听一听那首非常卖萌的歌曲啊,虽然还没有正式学习,那我们可以提前先预习一些,ok,asset après-midi,asset après-midi,asset soir,à demain,这一种表达方式呢,可以说是日常生活当中最常用的了,我们也可以一起记一下哦,来做几道练习,巩固学过的内容, Alors, c'est tout pour aujourd'hui,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节课再见,Salut!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再见!